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加拿大了 加拿大呢,这两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14号的时候呀,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从培股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提出来说呀 他说,加拿大不应该向其口中的香港暴徒提供政治庇护 并且说,如果加拿大真心的关心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真正的关心在港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者的健康与安全 以及大量在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的利益 应该支持中国政府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时呢,就有记者问他说 你这是对加拿大进行威胁吗 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大使就说呀 说这是你的解释 中国人啊,就是尤其是外交人员,特别爱用这种说法 这是你的解释,这是你的理解 你就干啥,不是不就完了吗 哎,结果呢,这个问题完了以后呢 就是记者就把它报道出来了 报道出来了呢,就引起来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吧 在野党议员呢,还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呢 就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 就呼吁这个特鲁多政府 对此做出强硬的回应 说不应该允许外国大使在加拿大的领土上 对加国公民的安全做出公开的威胁 更有的呢,还要求特鲁多政府呢 应该将这个从培武驱逐出境 对于这个事呢,加拿大保守党的领袖叫奥托尔 在16号的时候呢 还通过推特发表了一个长文做出来的回应 这个奥托尔呢,他就表示说 中国大使做出与其公职不符的好战言论 他说呀,很明显 说大使的讲话呢,是对香港的30万加拿大人做出了威胁 并几乎没有遮掩 他说,他是一种预计会从收保护费的人口中 而不是作为联合国案例会成员的正式使节中的一个口吻和要旨 他还说,在任何地方对加拿大人的一个威胁 都是对所有地方的加拿大人的一个威胁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从培武收回言论并发表公开的道歉 如果大使不能迅速的这样做 我们期待着政府收回国书 这什么意思啊 要驱逐 这奥托尔还表示说呢 要求特鲁多政府加快通道 帮助香港民主派示威者和政治难民来加国避难 以明确表示 只有加拿大政府才有权决定 谁人可以被允许进出该国 我就想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大使的这个言论啊 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是威胁 哪里有什么威胁啊 加拿大这些政客是找茬吗 还是理解能力比较差呢 他怎么会是有威胁 那些记者也是 记者当场就问说你是不是有威胁 那大使就应该跟他掰开来说一遍 大使是这么说的 如果家方真正关心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真正关心在港30万加拿大护照 持有者的健康与安全 以及大量在香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的利益 就应该支持中国政府 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 其实这句话你不用解释 他也是那个没有威胁的意 威胁谁啊 威胁就是说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或者说呢 我要求你怎么做 你应该想好了这个那个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你这个那个 然后就得不到满足 但是呢 这大使这么说 如果你不支持中国 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的话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那你30万人口 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者 在香港的健康和安全 以及你在香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的利益 都会受到损害 但是这大使人的意思 是说中国政府会损害他吗 根本就不是好了 他的意思是说 那些暴徒会伤害到他呀 事实上呢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些暴徒把香港搞的 对吧 大家都没有办法上班了呀 在京头里面 有好多老外人很气愤 就当街就跟那撤那个路障 对不对 那要是中国人在那撤路障的话呢 那些暴徒们就会去打他们 但是老外跟那撤的时候呢 那些暴徒还算给他们面子 不去打他们 我没有看到他们 香港那些暴徒打老外 但是那些暴徒也有跟老外 跟那对峙的也有啊 也有 那你加拿大 我觉得他们啊 就是一些政客啊 他们根本就不看 像加拿大那些政客 对吧 那些议员啊 还有那个奥托尔啊 对吧 他们看了吗 你们看没看香港的那些视频啊 包括那个 Rubial什么的 我相信他们都没看 川普估计都没看 他要是没看 不看的话呢 我能理解 我完全能理解他们不看 因为 哪有那么多时间 天天盯着那视频 那视频要是一个不拉的 都得看的话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对吧 我完全能理解 但是 你不看就胡说八道 这我不能理解 我也不能支持 奥托尔还呼吁 对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这一国际条约的相关负责人 采取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制裁 你看这奥托尔 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可笑啊 中英联合声明 他不是一个条约好吧 他不是一个国际条约 他只是一个声明而已啊 那里面并没有规定说 你有什么义务 我有什么义务 你有什么权力 我有什么权力 只是在声明这件事 就算结束了今天 并不是一个国际条约 这个奥托尔 你从这你就知道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政客 这可是反对党的党魁啊 我们加拿大选举是这样的 你哪个党赢了以后 这个党魁就是加拿大的最高领袖 这下一次要选举的话 他们要是赢了的话 这奥托尔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总理 什么素质啊 国际条约 那哪是国际条约啊 然后下面这个更可笑 他说应该采取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这个法案是美国的 我们加拿大还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了 什么时候我们加拿大要执行美国的法律了 对吧 这奥托尔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我实在是太失望了 我觉得太丢人了 我都觉得我的人都比他丢了 他说 加拿大政府已明确表示 捍卫家国利益 还会坚持在全球范围内 明确和高声的捍卫人权 包括新疆维吾尔族问题和令人关切的 香港局势 好 那你汉卫人权呢 这个我也没有意见是应该的 对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啊 你是不是应该了解清楚啊 香港的那些暴徒的那些 你了解清楚了吗 很幸远你都没有了解清楚 就跟着乱说 新疆的那些就更别提了 你了解吗 根本就不了解啊 再说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美国呢 美国现在呢 那个安提法 现在他们组织就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一个组织 然后美国呢 就把他们定义为恐怖组织了 他们那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那你怎么不出来说句话呀 还要不要人权啊 那反对的说 黑人的命也是命啊 那黑人的命是不是命啊 美国现在就把黑人的命不当命 你怎么不站出来保卫保卫啊 你怎么不站出来捍卫捍卫啊 对吧 你怎么不把美国的那些暴徒都弄到加拿大来保护起来啊 你怎么对美国的那个 你怎么就不敢言语了 你怎么不谴责了 对吧 这种明摆着是双标吗 但是你不了解清楚 你就胡说八道 这种 真的是不可容忍 特鲁多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那个这些政客都要求他 议员呢 还有这个反对党啊 这个奥托尔啊 都要求特鲁多要强硬的对待中国这个大使嘛 特鲁多星期五的时候他说了 说我们将确保中国知道 我们不仅捍卫人权 还要求被任意拘留的两名 麦克尔和那个谁 安全返回 什么叫任意拘留啊 那孟晚中是不是任意拘留的啊 那那个秋香果是不是任意拘留的啊 秋香果到底是咋回事啊 一个科学家到现在也不明不白 说我们与全球的盟友站在一起 包括什么美国呀 澳大利亚英国啊 欧洲国家 以及其他众多这些关切的国家 我们不期望局势升级 但我们将继续确保加拿大人知道 我们捍卫我们的权利原则和价值 主要的是我们继续捍卫加拿大人 你捍卫加拿大人 那应该的 对吧 应该的 但是你也得允许人家别人捍卫自己的吧 说你有价值观 你有原则 那别人没有价值观 没有原则吗 当你的价值观原则 和别人的价值观原则相对立的时候 为什么就一定得听你的 对不对 那些个港独啊 江独啊 那些 凭什么你就得保护他们 那你小土豆你忘了你爹当年因为魁北克闹独立的时候 你爹把军队都拉来镇压 对不对 抓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当时因为那事呢 还跟法国都断交了 你爹当时就是不愿意法国对魁北克的这个问题呢插手 对不对 当时那法国人说解放魁北克 给魁北克自由 然后你爹说什么 你爹当时就说我们加拿大人都有自由 我们不用你指手画脚 我们加拿大人还当年在一战二战当中 为了保卫你们法国人欧洲人的自由 牺牲了我们的生命 这是小土豆他爹当年说的呀 不希望别人干预加拿大的内政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干预人家中国的内政呢 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人家中国的身上 不了解情况就乱说 和盟友站在一起不分是非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我都不同意你这样领导加拿大 我下回肯定不选一小土豆 那如果是那个奥托尔还是那个反对党的党魁的话 我也不选奥托尔 我谁都不选 这就是民主国家 说你对这个在野党呢 有意见 你不喜欢在野党 你也不喜欢反对党 你有别的办法吗 你有别的办法去主张你的权利吗 如果说这个党你也不喜欢 那个党你也不喜欢 那你这个票就是瞎票 就是民主 你只能在他们两个之间选择 你再有第三个人 对吧 你再正确 你也没用 说我还没挺那什么的 对吧 我想来领导这个国家 不行 不行 也就是川普能成 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你就不成 因为你没钱 搞政治是一个烧钱的事 这就是民主国家 就得搞政治 现在呢 群情激昂 都说那个中国这个大使威胁他们 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 No 他没有威胁 他说的话没有问题 没有人敢站出来说 特务多敢说吗 他不敢 他如果一说的话 其他那些人都冲着他来了 所以呢 他只能说那些话 而实际上那些大使说的话 有毛病吗 一点毛病都没有 什么叫威胁你啊 你要不支持中国政府的话 中国政府是去打击那些暴徒 维护 香港的繁荣 有稳定的 不能天天那么打杂烧啊 他惯了香港 对不对 有很多公司已经都撤了呀 人们都没法上班啊 那会儿啊 特务多你都不了解这情况 奥托尔什么都不知道 就跟那儿 吓嗲嗲 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失望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他们是有责任的 我倒不是说孟晚舟抓起来这个事呢 就完全是加拿大完全错误 我不这么认为 加拿大在中间很难做 很难做 但是呢 这个小土豆就一筹莫展 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crisis 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我曾经在加拿大学法律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就跟一个教授呢 就跟他讨论 讨论关于加拿大的政府 那个professor他也说 他说加拿大就是缺领导 缺有领导力的国家领导人 缺leadership是那么说的 加拿大很缺leadership 不过现在我看美国也学 美国现在就搞了这两个老头 这两个老头 谁都不咋地 没人 这点中国要好很多 中国政府各丁各的都是精兵强将 但是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